我们一般人买车时都会把油耗当作最主要的参考标准 虽然汽车生产商也是竭尽全力不断研发最省油的汽车 但是即使汽车再省油 如果平时不注意养成了不好的驾驶习惯的话 小交车也能开出越野车的油耗 今天小编就教教大家怎样开车才最省油 第一点就是要注意控制车速 车速过快或者急踩油门等过机的驾驶习惯 是油耗增加的主要原因 因此最好养成轻柔和匀速驾驶的好习惯 其实在车多的道路上即便匀速驾驶也不会很省油 因为速度慢而70到90公里每小时的匀速驾驶是最省油的 第二点就是要减轻车载重量 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车越重肯定越耗油 轻装上路就是最好的省油好习惯 避免不必要的物品堆在车里 还有备胎用的频率极低也可以不带 这样做的话就能省油 加油时也不必加满够用即可 总而言之就是想尽一切办法给汽车减重 也是节省油耗的主要方法 第三点就是要合理的使用空调 通常情况下高峰期行驶速度比较慢 关闭空调打开车窗通风更省油 不过当时速超过90公里以上 关闭车窗打开空调才更省油 还有一点当然是出行要设定最佳路线 有时我们去某地高速公路的距离稍远 国道距离更近 但是高速却更省油 因为不会像国道一样走走停停 因此避免拥挤道路 哪怕是绕点路都是很值得的 看了这么多是不是终于明白 原来老司机都是这样开车的 不妨也都来养成这样的好习惯 不仅节约金钱 也会为社会环保事业做出贡献 可谓一举多得